那我们接下来呢 来这个overload的indexing operator indexing operator顾名思义就是 给我一个index 我给你那个index上面的一个element 那这件事情对vector来说是很make sense的 就像我们以前对array这么做一样 因为呢vector本质上就是一条东西嘛 然后东西排排站有编号的 所以给定vector v 你希望可以取得vi的value 或者是改vi的value 总之你要能access其中的一个element就对了 就像我们对array做的事情一样 那我们在array用这个方括号嘛 所以我们现在也想要用这个方括号 那again你知道 你要做的这个任务 基本上不一定要做operator overloading 你一样可以就是 给你一个object 你帮他写一个member function 叫做比如说 set value 然后呢后面有两个index 第一个index是一个整数 就是第一个 两个parameter 第一个parameter就是一个整数 表示第几个东西 然后第二个parameter就是 要set的value 诸如此类的 那只不过就是现在 我们想要用更intuitive的方法 我想要用方括号 那方括号你放在array后面 所以大家知道要干嘛 但是呢放在你的myvector后面就不知道了 所以你必须要define 比如说你起码要define index要从0开始还是从1开始 然后超过你的这个dimension的个数的时候 要怎么办 诸如此类的 好 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 我的目标就是 我有了一个myvector a1了以后 我可以把a1的某一个东西取出来 印出来 或是我可以用同样的做法 我去取出它的某一个element 然后把一个值assign给它 所以我想要做这样子的动作 那我们这里呢出现了一个新朋友 就是这个endl 那他念叫做endline 他的意思是说呢换行 所以你see outendline 就跟你see out斜线n 是一样的动作 那只不过呢 这个endline是一个object 而不是一个字圆 这个样子 那么 写这个跟endline 跟写写这个n 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有一点很细微的差别 但是平常没事 几乎不可能会遇到 所以我们就 不特别讲啦 我们只是趁这个例子 跟你讲说有endline 这个东西 因为你在看其他人的程式码的时候 很容易遇到 所以就先跟你提一下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今天如果要overload 这个方括号 其实也很简单 首先语法一样 operator 方括号 那这个时候呢 你要想一下 他operator 方括号 方括号里面要放什么 一般来说都是放一个index 所以我们就给他inti 那again 你不是一定要给他inti 但是给inti 是最make sense的事情 好 那给了以后呢 那我们要做什么 比如说我这么stet up 我说啊 这个i就要是index 而且我的index一样 要从0开始 一直到n-1 所以呢 如果今天i符合我的规则 那么就把第i个element取出来 因为m本质上是一个array 所以我就returnmi 但是如果超出边界的话 我就要exit1 那这个又是新朋友啦 这什么东西 这东西是一个在cstlib里面的函数 他能做的事情就是瞬间terminate这个program 好 那基本上这里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就是你必须要define 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 好 比如说你知道array array基本上就是 吐一个什么东西给你 然后看会不会发生 这个memory error 这样 那我们这里呢是 你也可以 比如说你想要的话 你也可以把这段删掉 那这个时候i传什么东西进来 就可能会发生各式各样的事情了嘛 对吧 就看c++ 到底compiler和memory发生什么事 那又或者你可以在这里return 一个什么-9999啊之类的 就是你确定不会发生的数值 依此类推 好所以你要自己决定就是了 那不管怎么说 你在这里exit1 某方面来讲 都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做法 因为你不知道 这个程式忽然被shutdown是怎么一回事 那我们在之后的课程里会跟你讲 可能有一些事情 就像是exit1一样 但是呢 是比较优雅的做法 那这个到时候再说吧 好 那回到主题 现在这个地方做的事情 大体上来说已经可以理解了 就是 给我一个index 你给我那个东西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 你仔细看这个mi mi这个东西 或者说是m 或者说是n 完全没有被放在等号的左边 对吧 所以按照我们跟你说的 既然如此 就把它设成constant的这个function 以便如果我有constant object的话 我也可以用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来跑跑看 如果我跑跑看的话 会发生什么 我们呢 会试一下 这里 for my vector 是一个non-constant的function non-constant function 理论上可以call constant function 这刚刚讲过嘛 所以呢 这句话确实是ok 但是下一句话 这个a11 等于4 这个动作就不能做了 compiler会跟你说 诶 这里有发生compilation error 不信你试试看 那你就说啦 诶 不会啊 这为什么会compilation error呢 答案是这样 就是你的a11 你刚刚return的东西 是一个double 是一个value 而不是一个variable 你回传的东西 既然是一个value的话 你以前可以写 类似像这种statement吗 不行 等号的左边 一定要是个容器 一定要是一个variable 不能是一个literal ok 所以这样就真相大白啦 我们就知道 所以我刚刚的那个statement 或者说刚刚return的东西 必须要修一下才行 好 那我们就来修一下 不过这个修的方式很奇妙 是这样 我要做的事情是 我要overload这个方括号 要给它另一个implementation 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写一个回传variable的版本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呢 我要做的事情是 我要回传double的reference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如果我今天回传double的reference 那么当我要returnmi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variable 这个double的reference 传回去 那这个时候 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 呃 外面的人如果改了他的内容的话 就会改到这个变数 就会改到这个instance variable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的了 对吧 我希望这个vector的某个东西被改掉的时候 是真的会发生变化 所以我就回传一个reference出去 那这个reference就代表着里面的某一个instance variable 那这样子他们就有被成功的连在一起啦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还有另一个这个差别 就是上面这个是一个constant function 但是下面这个不是 那你想想 也可以理解 对吧 下面这个函数显然不能是constant function 因为这个mi 被丢出去函数了以后 可能会被modify 所以这个函数 确实是有可能会导致你的 这个m的value被改掉 所以这个函数本身虽然不会改m 但是他呼叫他的人可能会 所以这个函数必须要是nonconstant function 这样才行 好 所以这里是一个summary 我们的第二个implementation回传的是reference modify这个reference 就会modify这个variable 那我们再来仔细的看一下 这两个implementation 今天啊 当我把这两个implementation 都放进去了以后 这个程式就可以正确的运作了 我在这里尝试cl a1 1 ok a1 1要改它的value 也ok a1 1再拿来这个 印一次 的确会变成我们修改掉的值 那只是这个时候我们不禁又想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 右边这两个implementation 看起来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只是return type不一样 但是 函数的名称 和这个参数的数量 和参数的这个形态 都一模一样 所以唯一的差别 或者唯一用来区分 我到底呼叫了哪一个函数 是看这个constant与否 这样子 我有一个函数是const function 另一个函数是non-constant function 所以呢 这个constant与否 就会被用来判定 到底我们现在在呼叫谁 具体的来说 就是 如果我们今天 使用了这样子的implementation 我有两个 operator 方括号 int i 两个这种函数的话 如果我今天有一个constant object 如果我有一个constant object 那么这个constant object 就会去呼叫上面这个函数 这个constant function的这个版本 如果我有一个non-constant object的话呢 他就会去呼叫下面这个 non-constant function的版本 是这样子 C++的规定是这样 那你仔细想想 也很合理 我既然是constant object 势必不能呼叫下面这个函数 因为我的value 我的instance variable 可能会被改掉 那我就不constant了嘛 所以这个显然是不行的 那我如果是non-constant object呢 基本上我就会呼叫下面这个版本 因为我如果会呼叫上面那个版本的话 我东西就不能被放到等号的左边 那基本上就又变回我们刚刚的 那个不能被modify的问题 那也跟我这个non-constant object的本质上是不合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C++把这个东西设计成这个样子 那我按下来说 但是我们先将这个音乐 也就会变成这个地方 用这种方式去折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